你都来了 你都来了 我还能不来吗 湛羽 湛羽余 没事吧 怎么吐了 你看我干什么 首长预测一下 他们俩谁能赢 你认为是能赢 首长比我有经验的 首长预测一下吧 我知道你认为谁会赢 但是我不说 洞洞洞洞 开始吧 我是洞洋 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 洞洞洞洞 我是洞梁 洞梁请求起飞 洞梁请求起飞 洞洞洞梁我是洞洞 可以起飞 可以起飞 来 洞洞里 Beschle personne itan 贝勋 簽 服务 就你这话 已经影响到海军 跟空军的团结了啊 别扯这些没用的 于涛赢定了 抓紧看吧 我觉得呀 这一定是一场持久战 谁想速战速决都不太可能 那也不一定了 这时候您就别唱反调了 认真看吧 有种别在云里边玩捉迷藏 这不是女头 这是谢震宇 是 爹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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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мон 快点 好 底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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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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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高兴太早了 后边还有秦大队等呢 首长 搞什么名的 我大老远地跑来 本来想看一场龙虎斗 不出一个回合 蝉联三年的海军空盲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让人就干掉了 罗长 您听我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于涛赢在准备充分上了 他把自己变成了谢真宇 一上来就把谢真宇打乱了 你为什么不提醒谢真宇 报告罗长 我是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不仅是谢真宇的大队长 我也是于涛的大队长啊 是吗 别生气 大队 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 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 有个人他买股票 收了一百万 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你给我住嘴 贤定宇 我 开门 贤定宇 大队长 我来撞吧 万一咱们动作办了 可就 大队长 听说你不舒服 我过来看看 这看着也不像了 哪儿不舒服 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谢谢大队长关心 我没事 你们两个字会儿等着 我有几句话 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场 有话就在这儿说 大队长请 大队长 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 就把自己关起门来垂胸顿足吧 只要你自己不垂胸顿足 我就不会那么剧想 外面的人都以为 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 但是您应该很清楚 于涛在我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他是我的手下败将 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 是我没能抓住于您 在空中刺刀剑红的机会 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 你说错了 第一 在你跟于涛 没有决出胜负之前 我不会考虑 明天去跟谁决赛 第二 我虽然期待你能赢 但同时我也知道 你非常可能会输 你是这么看我的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邪二恭听 因为你太想赢了 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 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 所以 我今天从一开始 就不看好你 这位 怎么了 大队他刚进去 谢震宇要找他单独聊 谢震宇 我也不会认为 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 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吹凶顿足 既然不这样 走 跟我到餐厅去就餐 等着明天 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你有把握能于于涛吗 你又说错了 比赛还没有进行呢 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 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 我都看到 实话实说 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 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 我非常期待 明天和他的决赛 谢震宇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 还是决定 这顿饭就不吃了 我到外面去等你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都来了 我还能不来吗 湛羽 湛羽 怎么了 你看了你 没事吧 怎么出了 赵婉 去叫车 送去医院 是 不用 真不用 我保证不用 有事就晚了 大队长 正伟 我出去偷偷气气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就 我看这事啊 还是心里作祟 于涛以其人之道 还指其人之身 他就受不了了 证伟 你干什么去 我也出去吐吐气 看一张 他以前是这样吗 第一次见到这样 请不吝点赞 我去看 这也没有 际政筑 不吝点赞 你说 我 我 解